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就是香港地鐵太子站831事件四周年 藉此事也和大家講講話題 那個事件背景很多香港人都大概知道 不特別詳細講 主要就是懷疑當晚香港的警察 打死了一些人但隱瞞 一直都沒有公開閉路電視的片段 所以才令到這麼多人去懷疑 其實在我2019年那個理工事件被拘捕了之後 和我落口供那個幫班有兩個警察 他們都好奇跟我去聊聊天 我也不怕跟他們聊 其中一個都質疑我們的示威者 其中一些香港市民質疑那件事 發生了事件的時候 他說如果有家屬有人打死了 為什麼沒有家屬出來投訴追究等等 他這個說法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不過同樣我也有一個很難答辯的一個反問 就是我問他 第一這個政治事件 過往一些獨裁政權 殺了一些人 真的很難去找到一些證據 那些家屬可能背後被一些威脅也不出奇 但是我問他 他說如果既然沒事 那為什麼政府和警方 又不公開閉路電視呢 我說也很簡單 等於人家說你偷了別人的錢 在你的袋子裡 打開袋子被人搜查 沒有 那就很簡單 但是你又不肯 即使不是真的有人被打死 也一定有一些不見得光的事情 是隱瞞了的 那當時那個警員 他一下子都不知如何反駁我這個問題 好了 就說這件事 順利就這件事 說一些另外的事情給大家聽 就是 其實我自己這麼久以來 我如果有聽到頻道的觀眾都聽過 我一個長期在香港多年來 參與過很多不同的 包括六四事件 我就已經開始出來 也都因為六四事件 令我對政治那種的覺醒開始 多年來參與過很多的 不同大小的各種的遊行示威等等 我看到一個現象 如果我自己個人的感覺 其實我對香港人的抗爭意志 從來都不太抱一個期望 但是我同時也都在我的頻道 有很多片段說過 我同時一方面 我又在2014年 預料預言 中共快則三年 慢則七至十年 倒台 接下來七至十年 就是今年的第九年 用2014年開始計 當然這個不是百分百準的 可能上下有相差一兩年 或者三五年都不出奇 但是種了很多跡象 其實正在發生著 就是我看到的一些事情 為什麼會這樣做完呢 之前我的影片也都說過 暫時不會再說 我當時列舉中有十個因素 導致的 今次的影片主要和大家說 就是一方面我不看好 香港人那種抗爭 好像近期 袁工儀那些 過去一年的香港人議會 香港人也都遺傳華人的社會 那種不能團結 那種互相內鬥 人類本身就會內鬥 美國也會內鬥 但是華人的社會 那種內鬥 更加會 程度比較高 八九年民運 那些大陸的一些 抗爭 那些民運的人 現在流亡了外國 那麼多年來 他們都不能夠團結一致 各有各自己的說話 山頭 這也是其中一個我不看好 香港人那種能夠團結 抗爭的意志 甚至2019年曾經出現過 那些 由2016年那種所謂 餘膽革命慢慢演變 進步到變成 真是勇武了 所謂 亦都說過 有些口號 和勇不分 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等等 這些都是一個假象來的 如果用我的看法 告訴大家 如果真是這麼勇武 就不會有721事件 被白衣人去打 我都在一些 721的事件話題裡面講過 我當晚在現場 怎樣去救走幾個人 怎樣跟非天蘭 夾上幾夜 如果有類似這些 真是勇武的人 那些白衣人 他都是二三八個 不太多人 如果真是這麼勇武 那麼多人 走幾千人出來 你以為白衣人還這麼有彈 但我當晚看到的 很多人就是害怕 當然這個講的是普遍性 大部分 當然有極小部分的人 可能他都真的很勇武 但整體 普遍社會氣氛 香港人 就不是那些勇武的人 但同時 我看到的各種 由2014年 看了習近平上台兩年之後 看到一些事件的跡象 為什麼我會預言 中共快將倒台 萬則七至十年 現在很多的事情 加上世界局勢的變化 其中一樣 我就說 中共不會被天消滅 只會因為他做壞事過多而被消滅 這也是我看到的事情 現在近一兩三年 尤其是特朗普下台之前 那兩年他做了很多事 連帶各種的一些涼漪效應等等 現在全球 世界各地大多數的一些 尤其是以歐美世界為主 包括現在就算東 亞洲區的國家 這個主要的南韓 日本 甚至菲律賓 他的前任島總統 杜特爾特 現在馬可思的兒子上台之後 現在全部的氣氛 其實根本就跟中共對抗 這些各種很多的因素 我看到這些就是我看到 中共快將倒台的希望 即使不是真的有一個香港人 勇不勇武也好 近期有些香港朋友 在英國的香港朋友 有兩家不同的香港朋友都說起 他說在他們認識 在來了英國之後 能夠好像我這樣保持 繼續這個 即是有那些 逢親有些的集會 就去 我都要花時間花錢去 但是在我認識的 所有來勇英國的香港人 沒有人去這些集會 而我的朋友 兩家朋友說話 即使他們身邊認識的 香港的朋友 就只有我 仍然繼續堅持 去這些集會 所以這些也反映 即使來勇英國的香港人 相對自由 過往香港都一樣的 過往我集會 很多我身邊的朋友 家人 同事 聽他們一方面 他們又罵香港政府的問題 批評 即是在網上 Facebook 之前沒有國安法 他們都寫 但你會不會花時間出來 是不會的 大多數會不會 而直至到2019年 這些 所謂100萬人 200萬人 我形容的都是 因為被逼出來 逼醒了 逼醒了 我看到一些事情 我仍然很傳 希望共產黨一定倒台 之前我有一些影片 講過 不再講了 另一方面呢 我繼續堅持 都是因為我自己個人 一些個人的 侄惡如仇的性格 就不是純粹因為共產黨 因為共產黨本身就是邪惡的組織 侄惡如仇更加要消滅它 即使北韓 緬甸 獨裁政權 壞人惡人 全部都應該被消滅的 這是我堅持的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我自己個人的心思性格 就不是因為 因為我是香港人 或者為香港人做些什麼 好了 最後又講一些歷史 其實在人類的歷史裡面 尤其是近代 真正展現那種真勇武的民族 俄羅斯人 有些人說他是戰鬥民族 其實俄羅斯的戰鬥民族 這個都是假象來的 俄羅斯通常都是以大稀少 以人多哈人士那種 他不是真的戰鬥民族 真正有戰鬥民族的本性 在現今世上 尤其是近代 主要有三個國家 這些當同大家分享一些歷史的話題 就是美國人 和日本人 和現在的烏克蘭人 為什麼講美國人呢 我其中有本美國 主要講美國歷史的書 可能大多數人都不知道 沒什麼聽過 原來在美國裏面 有些歷史也知道 美國都是因為 在英國手上去抗爭 而導致後來獨立成為一個國家 現在成為現今世界的超級大國 他們其中一個當年 為了抗爭 對抗英軍 那些 他們其中有一個口號 我不記得是不是口號 但是他們有一個說話 叫做一分鐘戰士 或者叫做一分鐘變成戰士 在一分鐘之內 明明是一個平民 或者工作 為什麼呢 因為英軍突然之間 會來偷襲 會來攻打他們 想消滅他們的時候 明明是監禁田 做農務的普通市民 也好 他們會突然之間 拿起槍枝 會變成戰士 對抗英軍 導致各種因素 導致後來 終於獨立成功 成為美國 現今的超級強國 這是一分鐘戰士 在美國其中一個歷史 有一段這樣的歷史 第二 就是日本人 日本人有那些叫做 武士道精神 切腹這些文化過往 現在當然沒有了 而他在二次大戰 能夠和這個導致美國 即使美國最後贏了 都要靠兩顆原子彈 如果你純粹軍備和他打 都打到美國人 那種的很辛苦 日本人又不怕死 有那些叫做 類似那個 神風突擊隊 他打這場仗 合不合是另一件事 純粹說他們那種 真是能夠有那種真勇武 戰鬥民族的精神 日本也是世上第二個 那種是相對他們民族比較團結 還有夠膽去戰鬥那些人士 那是第二個 而第三個就是烏克蘭人 烏克蘭人 我們香港人是抗爭 被警察打壓了下來 那現在全部都剩下了 但是烏克蘭人 香港有些人都知道 在2014年 他們為了反政權政府 至少據說 我聽過 死長介乎超過100人 那些 是怎樣呢 當時他們那個 親俄羅斯的政權 是真的開實彈 開真槍 去射殺平民的 而那時候那些平民 他們真的 除了扔汽油彈等等 那些冒著生命危險 都去抗爭 去推翻政府 而到今時今日 現在為了對抗俄羅斯入親 自從他入親之後 其實我每天 其中我有一些時間 留意著 俄羅斯入親 烏克蘭那場 很多影片 我每天都會 到現在都是 看那些網上的新聞消息 怎樣去 烏克蘭人對抗俄羅斯人 譬如由初初 看到會流眼淚 心情感觸 激動 譬如有些影片 那些民眾 是民眾來的 他們不是士兵 他們自製很多的汽油彈 初初俄羅斯入親的時候 烏克蘭人處是一個劣勢 大軍立警 但是普通的民眾是怎樣 即使連一些老人家 是婦孺 他們都表現 在一些影片表現 我們會上戰場 有一個80多歲的老人家 都會願意參軍 當然他不是真的走到上戰場 但是他都會願意去訓練 怎樣握支槍 有俄羅斯入親機庫的時候 他都會照去開槍 去保衛家園 那些男士呢 送走一些老婆子女 之後呢 就回到戰場 回到自己國家上戰場 才安頓自己的子女 那這些呢 即是看到畫面 很激動 那現在呢 就是看到 烏克蘭人 由一個弱小的國家 怎樣去奮勇抗戰 從2014年 反他們的獨裁政權 到現在會反抗俄羅斯入侵 你怎麼看到他們那種真正的真正 稱得上是戰鬥民族的精神 那這些就是美國人 日本人 烏克蘭人 這種才是真正的戰鬥民族 香港人那種所謂 2019年那種勇武 完全是談不上 如果是曾勇武的 你看看現在來到英國的香港人 有幾多個會 我看到的跡象顯示 就是 比如我從去年到今年 參與過很多 在英國 看到主辦的那些 其實那些人數是極之少的 據說 至少都走了十幾二十萬左右的 香港人來到英國 那你看看有沒有兩萬人 即是十分一的人 都沒有去走出來 參與這些政治活動 個個都是過一個新生活的 那今天的影片呢 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些信息 所以如果你是香港人 如果你還覺得有這個抗爭的意志 其實就應該好像類似我這樣 盡量去花時間去參與 因為這個政權 獨裁政權 就不會純粹因為你走出來 遊遊行 或者在網上罵他 就會罵得到的 但是至少你有沒有一個 自己 即是當年的以色列人 他們為什麼能夠復國呢 就是他們能夠團結 他們能夠團結 去做好多的事情 就不是去等運動那種的心態 否則他們也不會有以色列 去復國 講講講講講以色列 其餘都講了 以色列都是其中一個 一個屬於一個的戰鬥民族 那今天就主要講這些話題 給大家去了解一下 那今晚呢 稍後呢 晚一點呢 我就會下去倫敦 準備去參與 雖然這些暫時這些 這些的集會呢 對共產黨呢 就沒有什麼大應 大致當然 你要保持一種 仍有抗爭的意志 如果你連這些 很普通的集會 你都不去參與 譬如每個人都不再出聲了 那這個呢 你就不會說 要說什麼光復香港 還叫那些口號呢 就沒有意思了 好這次呢 暫時跟大家去分享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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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